以前踢球,你穿了什麼鞋子? 白帆宇! 有沒有綁鞋帶還是沒有綁鞋帶? 當然有綁鞋帶 那時候是蜻蜓牌 兩個綁鞋一對,穿到那些鞋子都爛了 都用膠盤來 你們如果要選球和白帆宇的話,你們會選? 保護 保護腳很軟 因為舒服和有明星效應 最喜歡哪個明星? Degail Degail 第一對要說的是沒有鞋帶白帆宇 價錢大約20元港幣 用料算是一塊很薄的布 鞋子的兩側會有橡筋 期望根據大家的腳形調節 用料給大家一種尺竹的感覺 不過鞋面沒什麼質感,踢下去會有線 第二對白帆宇是有鞋帶的選擇 價錢約30元港幣 用料跟沒有鞋帶白帆宇接近一樣 它同樣給大家尺竹的感覺 踢下去感覺非常貼腳 而我較喜歡有鞋帶選擇 而在有鞋帶的設計下 有一些有跑動的傳送 對白帆宇都不會輕易移位 第三對就是超級白帆宇 價錢約港幣90元 用料算是一塊較厚的布 鞋面亦都用上網堂質料 超級白帆宇踢下去的球感較為紮實 全球路線亦都較穩定 鞋帶孔位置亦相對普通白帆宇多 我會喜歡它盆口的感覺 這幾個設計令白帆宇緊貼對腳 扭波期間沒有移位的狀況 感覺亦都較為靈活 扭波方面又會覺得超級白帆宇 比普通白帆宇更加優勝 至於站波方面 普通白帆宇斬下去會較為有力量 感覺非常吃力 超級白帆宇鞋頭有一塊類似驚皮的質料 除了令鞋更加耐著之外 亦都可以增強站波的球感 超級白帆宇大力的控球球感不錯 較厚的質料可以幫助控球 至於射門方面 普通白帆宇射門力量最強大 鞋頭位置有些大尺的紋技 設計可以幫助大家腳內檔的射門 衝下去的感覺會更加厲害 穿沒有鞋帶白帆宇的波友就要注意了 因為射波的時候對鞋會分分鐘飛出來 不過它可以帶來妖敵的作用 超級白帆宇射門的力量會沒有那麼強 鞋頭位置亦都會有粒粒的紋理 我還會檢滿熱它腳內檔的射門 保護性方面我會覺得普通白帆宇會較弱 例如鞋端位置普通白帆宇只有一塊布 但超級白帆宇就有一塊硬一點的質料做保護 緩陣方面我會覺得普通白帆宇較為優勝 始終鞋底的位置有少量彈性 相反超級白帆宇的鞋墊和鞋底都會較硬 剛剛跟大家分析比較完三對市面常見的白帆宇 我小時候一直都穿白帆宇 但自從腳碗受傷之後 我就由白帆宇轉去穿波波 目的就是希望穿下去更舒服 以及減低受傷的機會 不知道大家這個時候踢球 會選擇白帆宇還是波波波呢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我也跟大家說一下 拜拜